欢迎来到我们的性情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 我们有几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要分享 首先 乐队Pins of Leon宣布将于5月10日发布新专辑 Can we please have fun? 这是他们母亲去世后的首张专辑 乐队表示 这将是他们迄今未止最无畏和最有意图的作品 接下来 英国著名作家Jelly Cooper分享了他在职业生涯初期 几乎被一位同行作家强奸的恐怖经历 他的勇敢揭露再次引发了对于女性在职场安全问题的关注 最后 一名女性在40年后终于看到警方为她父亲的强奸案道歉 这是一个长期争取正义的故事 展示了坚持和勇气的力量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最近的一系列深刻令人动容的报道中 我们得以一窥名人私下的苦痛与奋斗 从Telegraph的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Kings of Leon乐队在经历了母亲Betty & Murphy于2021年9月去世后 如何将这一悲痛转化为创作的动力 他们的新专辑Can We Please Have Fun? 预计于5月10日发行 不仅是对过往的一次反思 更是乐队成员们在面对生命无偿后 勇敢探索未知领域的结果 这张专辑的诞生 可说是他们对母亲最深切的致敬 乐队希望通过这张专辑打破之前严肃、孤僻的形象 展现更多魅力和机智的一面 与此同时 The Independent报道了英国作家Jelly Cooper的《惊心经历》 这位以浪漫小说文明的作家 在职业生涯初期差点遭到一名男性作家的强暴 这起事件不仅揭露了文学界的阴暗面 也让人们重新思考MeToo运动对女性的影响 Coopers的经历令人震惊 他在一次午餐后的出租车行程中遭到攻击 而当他将此事告知雇主时 反而被辞退 这位87岁的作家曾公开表示 MeToo运动让男性受到了贬低 并表示担心无辜的身体接触可能被误解为攻击 Coopers的故事不仅是对个人经历的分享 更是对当今社会性别议题的深刻反思 这两篇报道 一个来自音乐界 一个来自文学界 虽然背景迥异 但都揭示了创作背后的痛苦与挑战 Kings of Leon的成员们将母亲的去世 视为对乐队的一种牺牲 从而开启了全新的创作旅程 试图通过音乐来治愈自己和他人 而Jelly Cooper则勇敢地分享了她的痛苦经历 提醒我们 即使在看似光鲜亮丽的行业中 也潜藏着对女性的不公和威胁 这些故事不仅是对个人坚韧不拔的见证 也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应 提醒我们需要不断地关注和改善人们 在各个领域中的处境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 有些令人心碎 有些则充满了冒险和挑战 从《独立报》的报道中 我们看到了一位女性如何在经历了40年的折磨后 终于看到了正义的曙光 Caro Higgins在西约克郡长大 不幸的是 她的父亲Ellier Applier对她进行了多次强奸 当她在1984年首次向警方报案时 她被告知在法庭上她将会被称为撒谎者 经过多年的奋斗 直到2019年 她的父亲终于因五项强奸罪和十项猥胁罪被定罪 这个故事不仅讲述了Caro的不屈不挠 也揭示了警方处理此类案件的不足 警方最终为他们的疏忽向Caro道歉 并赔偿了她15000英镑 约2万美元 Caro的经历被她记录在两本书中 她对于父亲即将出狱的消息感到恐惧 因为她曾对她发出威胁 而在电讯报的一封读者来信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关于家庭 爱与责任的故事 一位妇女向Richard Madeley寻求建议 她的问题是她的姐夫在与妻子离婚后 搬来与她和她的丈夫同住 原本应该是暂时的安排 却已经五年过去了 姐夫仍未离开 Madeley建议她与姐夫进行坦诚的对话 为她设定一个找到自己租赁住所的期限 这个故事提醒我们 在面对家庭成员时 设定界限同样重要 这样才能保持彼此的尊重和私人空间 这些故事 无论是关于正义 职业挑战 还是家庭间的纠葛 都展示了人类经历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每个故事都有其独特之处 但他们共同传达了一个信息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和挑战 勇气 坚持和爱都是我们最强大的武器 在当代快节奏的生活中 人们越来越注重健康与美丽的平衡 从保持年轻的肌肤 到探索文化现象 再到康复过程中的身体活动 这些主题 不仅反映了当今社会的趋势 也揭示了人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 透过雅虎美国 CBC等媒体的报道 我们可以一窥 这些话题背后的深层意义 首先 谈到保持青春的秘诀 雅虎美国报道了伊丽莎白 赫丽Elizabeth Hurley 长达25年来使用雅诗兰黛 Estee Lauder的Advanced Night Repair精华液 该产品目前在亚马逊上的售价为44美元 比平时的92美元便宜了一半多 这款无香料配方的精华液 承诺利用抗氧化剂和透明质酸 减少衰老迹象和暗沉 并已获得近1500个五星评价 顾客们表示 这款产品让他们的皮肤发生了转变 甚至有人说没有它就无法生活 另一方面 文化现象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雅虎美国的另一篇报道 带领读者走进了欲望城市Sax and the City的世界 自从该剧在Netflix上线后 新一代观众开始首次接触这部经典剧集 虽然有人担心新观众可能会因为某些内容过时 而对其进行批评 但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该剧已有25年的历史 为了重温欲望城市的魔力 一位雅虎娱乐记者参加了Unlocation Tours的旅行团 探访了该剧的标志性拍摄地点 旅行团充满了成人笑话 参加者自称卫团中的萨曼莎 在康复过程中 CBC报道了一种新的治疗伤害的方法 过去 医生们通常推荐RICE休息 冰敷压迫和抬高方法来处理伤害 但现在 他们鼓励患者进行低冲击的体育运动 以加速康复过程 新的Peace保护抬高 避免使用抗炎药物 压迫和教育和love负荷 乐观 血管化和运动方法鼓励 相对休息和活动 帮助身体更快康复 物理治疗师凯瑟琳瓦伦丁 Catherine Valentine 提倡Peace和love方法 她认为 找到适合的 不会加重伤害的体育活动 非常重要 从保持肌肤年轻 到深入文化现象的探索 再到康复过程中的身体活动 这些报道不仅提供了实用的信息 也反映了当代社会对于健康 美丽和文化的深刻理解 透过这些故事和例证 我们看到了 人们如何在追求生活品质的同时 也在不断地探索和适应新的趋势和方法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幸福和真实 但这条路 往往充满了挑战和选择 电讯报近日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 这位66岁的已婚男士 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 是留在一段无碍的婚姻中 还是与一位他在酒吧遇见 并已发展出亲密关系的男士一起生活 这位男士在过去两年 开始公开化身为女性 并且他与妻子已经超过十年 没有性生活 他在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挣扎和迷茫 寻求建议 专栏作家Rachel Johnson给予的建议是 他应该做出一个 能让自己真正快乐和满足的决定 并且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 应该与妻子坦诚地谈论自己的变装 以及他们性爱缺失的婚姻状况 然而 娱乐圈的光鲜亮丽背后 有时也会伴随着法律和道德的争议 根据雅虎美国的报道 著名音乐制作人 Sone Diddy Kongs 最近面临了一起性侵诉讼 其中包含了一名女性对他的指控 Kons的律师提出动议 试图驳回一些诉讼中的指控 理由是当时的法律并未包含 暴富性色情和人口贩卖等指控 Kons否认了所有指控 并指责该女性利用一项 暂时延长诉讼时效的法律 近期 Kons在洛杉矶和迈阿密的财产 也遭到了联邦当局的搜查 作为一项性贩卖调查的一部分 这些事件凸显了 即使是在娱乐圈的顶尖人物 也可能会面临严峻的法律和道德挑战 这些故事 无论是一位寻找自我认同和幸福的普通人 还是身处娱乐圈光鲜亮丽 却不免争议的明星 都提醒我们生活中充满了选择和挑战 在追求自我和幸福的路上 坦诚、勇气和自我认知是不可或缺的 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被听见 每一次的选择都值得被尊重 在多个领域中 从影视娱乐到个人生活的困境 再到重大的法律争议 我们看到了各种故事的展开 这些故事不仅提供了深入的洞察 还带来了不少启示 在Telegraph的一篇文章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 关于家庭生活和个人空间的困境 一位读者写信给理查德 马德利寻求建议 他的问题是关于他的地序 这位刚离婚的地序 在过去五年里一直住在他和他丈夫家里 尽管最初是暂时性的安排 地序却没有任何搬走的计划 马德利建议与地序进行对话 为他设定一个搬出去找到自己租房的最后期限 马德利指出 五年的时间足够了 是时候让这对夫妻重新获得他们的隐私病 取回他们的生活了 在Yahoo US的报道中 我们转向了一起严肃的法律争议 肖恩·迪迪·康姆斯的律师提出动议 要求驳回一起性侵诉讼中的某些指控 律师便称 康姆斯不能因为1991年发生的所指控事件而被起诉 因为当时法律尚未涵盖某些指控 包括复仇色情和人口贩运 康姆斯否认了这些指控 并指控这位女性利用一项暂时延长诉讼时效的法律 上个月 联邦当局还突击搜查了康姆斯在洛杉矶和迈阿密的财产 作为一项性贩运调查的一部分 康姆斯最近面临了极起性虐待诉讼 这些故事展示了从个人成长的乐趣 到家庭生活的挑战 再到公众人物面临的法律问题 生活中的各种面向 每个故事都带来了其独特的教训和启示 无论是对于追求新技能的勇气 处理家庭困境的智慧 还是在公众视野下维护个人形象的复杂性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 在面对生活的不同挑战时 采取行动 寻求解决方案 并保持正义感是多么重要 在这个快节奏 不断追求完美的时代 人们总是在寻找那些 能够让自己更加出众的小秘密 无论是通过时尚 美妆产品 还是通过体验独特的生活方式 每个人都希望找到那些 能让自己闪闪发光的方法 以下几个故事 或许能给你一些灵感 首先 来自Yahoo!US的报道 让我们知道了 伊丽莎白 赫丽 Elizabeth Holy 25年来一直使用的美容秘诀 Estée Lauder Advanced Night Repair精华 这款精华 现在在亚马逊上 已超过半价的优惠售卖 仅需44美元 远低于原价的92美元 这款无香精的配方 承诺使用抗氧化剂和透明质酸 减少衰老迹象和肌肤暗沉 已经收获了近1500条五星好评 顾客们表示 这款精华彻底改变了他们的肌肤 甚至有人说离了他就活不下去 这样的评价足以证明 找到适合自己的护肤品 确实能够让人焕然一新 而对于那些电视剧迷来说 Yahoo!US的另一篇报道 则揭示了一种全新的体验方式 参加欲望都市 Sex and the City主题由 自从这部剧 在Netflix上线以来 吸引了大批新一代观众的关注 尽管有人担心 新观众可能会因为 剧集中的某些过失观念 而对其进行批评 但大多数人仍然认识到 这部剧已经有25年的历史了 为了重温欲望都市的魔力 一位Yahoo!Entertainment的记者 加入了On Location Tours的旅行团 参观了该剧的标志性拍摄地点 这趟只适合成人的旅行 充满了群体中自称为 Samantha的人的淫荡笑话 让人仿佛真的进入了 Carrie Brasho的纽约城 在健康恢复的领域 CBC的一篇报道 则给出了另一种 改变传统观念的方法 医生们正在从传统的RICE 休息 冰敷 压迫和抬高 伤害处理方法转变 鼓励患者进行低冲击的体育锻炼 以加速康复过程 新的Peace 保护 抬高 避免使用抗炎药 压迫和教育和love 负荷 乐观 血管化和锻炼方法 鼓励相对休息和运动 帮助身体更快康复 物理治疗师Catherine Valentine 提倡Peace和love方法 她认为找到合适的 不会加重伤害的体育活动 非常重要 从这些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是通过护肤 体验文化 还是身体康复 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小秘密 关键是要勇于尝试新事物 找到那些能让自己 更加闪耀的方式 在闪闪发光的名人世界里 伊丽莎白 赫尔丽 Elizabeth Hurley的美丽秘密 引起了众多粉丝和美容爱好者的关注 根据雅虎美国的报道 这位模特兼演员 长达25年来一直使用的美容盛品 雅诗兰黛 Estée Lauder 高效夜间修护精华素 最近在亚马逊上以半价以上的折扣售出 原价92美元的产品 现仅售44美元 这款无香精配方的精华素 以其抗氧化和透明质酸成分 承诺减少衰老迹象和肌肤暗沉 它在亚马逊上获得了近1500个五星评价 顾客们纷纷表示 这款产品改变了他们的皮肤 并称他们离不开它 而在雅虎美国的另一篇文章中 随着欲望城市 Sex and the City 今年4月被添加到Netflix 这部经典影集吸引了新一代的观众 尽管有担心 新观众可能会因为该剧的部分内容 显得过时而对其进行批评 但大多数人都认识到 这部剧已经有25年的历史 为了重温欲望城市的魔力 一位雅虎娱乐记者 参加了On Location Tours的巴士之旅 探访剧中的标志性场景 这次旅行专为成年观众设计 团队中自称是萨曼莎的导游 充满了猥琐笑话 为参加者提供了一次独特的体验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 名人和影视界背后的魅力和努力 也为普通观众提供了一窗 了解他们喜爱的明星和节目的机会 从赫尔利坚持使用的美容产品 到欲望城市对新老观众的持续吸引力 再到莫斯在面纱中的全新挑战 这些故事都充满了启发和趣味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 人们总是在寻找那些能够带给他们舒适 激情或是解决方案的事物 从保持年轻的秘诀 到重温经典电视剧的魅力 再到处理家庭内的棘手问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秘密和解决方法 今天我们就来一探究竟 看看别人是如何在这些领域找到答案的 首先让我们从保持年轻的秘诀开始 据Yahoo US报道 模特兼演员Elizabeth Hurley 已经使用Estée Lauder Advanced Night Repair精华液 长达25年之久 这款产品目前在亚马逊上的售价为44美元 比平时的92美元便宜了超过一半 这款无香精的配方承诺使用抗氧化剂和透明质酸 减少衰老迹象和肌肤暗沉 该精华液在亚马逊上收获了近1500个五星好评 顾客们表示这款产品彻底改变了他们的肌肤 甚至有人说他们离不开它 接下来让我们转向Sex and the City 带给粉丝们的永恒魅力 自从4月被加入Netflix以来 Sex and the City吸引了新一代观众的注意 尽管有担心新观众可能会因为其过时的内容 而取消关注这部剧集 但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 这部剧已经有25年的历史了 为了重温Sex and the City的魅力 Yahoo!US的一位记者加入了On Location Tours的旅行团 参观了剧中的标志性场景 这次旅行仅限成年人参加 团队中自称是Samantha的导游 带来了许多俏皮的笑话 最后我们来看看如何处理家庭内的棘手问题 一位读者向Telegraph的Richard Maidley寻求建议 他的问题是关于他的小叔子 这位小叔子在与妻子分居后 暂时搬来和他们同住 但五年过去了 他却没有任何搬出去的打算 Maidley建议这位读者与小叔子进行一次对话 为他设定一个找到自己租房的截止日期 Maidley表示 五年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了 是时候让这对夫妇收回他们的私人空间 重新找回他们的生活了 通过这些故事 我们不难发现 无论是寻求保持年轻的方法 重温经典电视剧的乐趣 还是解决家庭内的问题 人们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这些故事不仅提供了实用的建议 也给予了我们一些启示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境 只要我们愿意寻找 总会有出路 在追求永恒青春的旅程上 伊丽莎白 赫尔丽 Elizabeth Hurley 发现了她的秘密武器 Estee Lauder Advanced Night Repair精华 一款她坚持使用了25年的产品 根据雅虎美国的报道 这款深受赫尔丽喜爱的精华 目前在亚马逊上的售价为44美元 比平时的92美元便宜了超过一半 这款无香料配方 承诺使用抗氧化剂和透明质酸 减少衰老迹象和暗沉 已经在亚马逊上 收到了近1500个五星评价 顾客们表示 这款精华让他们的皮肤发生了变化 甚至有人说他们不能没有它 而对于欲望城市 Sex and the City的粉丝来说 卡丽·布雷肖·凯利·布拉书的纽约 仍然充满生机 雅虎美国的一篇文章带领我们了解 自从4月被加入到Netflix以来 欲望城市吸引了新的观众群 年轻一代首次发现了这部经典影集 虽然存在着对于新观众 可能会因为剧集中的过时观念 而取消它的担忧 但大多数人已经认识到 这部剧已经25岁了 为了重温欲望城市的魔力 一位雅虎娱乐的作家 加入了Unlocation Tours的旅行团 参观了该剧的标志性拍摄地点 这次旅行专为成年观众设计 团里的自称萨曼莎的导游 不时开着下流的笑话 这三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当代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无论是在护肤品的选择 经典电视剧的回顾 还是在新影集的角色挑战上 都体现了人们对于美 怀旧和创新的不懈追求 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体验 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生活 也让我们对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联系 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欣赏 在这个充满故事的世界里 每个角落都蕴藏了一段 引人入胜的叙述 从名人的美容秘籍 到经典电视剧的复兴 再到家庭间的微妙关系 这些故事不仅让我们窥见了不同领域的趣闻意识 还让我们学会了一些生活的智慧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些精彩分成的故事 首先 来自Yahoo US的报道 带我们进入了伊丽莎白 赫尔丽 Elizabeth Hurley的美容世界 这位模特兼演员已经使用雅诗兰黛 Estee Lauder的Advanced Night Repair 精华液达25年之久 这款产品目前在亚马逊 Amazon上的售价为44美元 相较于原价92美元 折扣超过50% 这款无香精配方的精华液承诺利用抗氧化剂 和透明质酸来减少衰老迹象和暗沉 并已经收获了近1500个五星评价 许多顾客表示 这款产品让他们的皮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甚至有人说他们离不开它 接着 Yahoo US的另一篇报道 带领我们重温了经典电视剧 欲望城市Sax and the City的魅力 自从今年4月被加入Netflix后 这部剧吸引了新一代的观众 尽管有人担心 新观众可能会因为剧情过时 而对其进行取消文化审判 但大多数人认识到 这部剧已经25岁了 为了重温欲望城市的魔力 一位Yahoo Entertainment的记者 参加了On Location Tours的巴士之旅 探访了该剧的标志性拍摄地点 这次旅行 专为成人观众设计 团队中自称为萨麦莎 Samantha的导游 还讲述了一些下流的笑话 最后 Telegraph的一篇文章 讲述了一位读者 寻求理查德 麦德利 Richard Medley的建议 以处理她的小舅子问题 这位小舅子 在与妻子分居后 暂时搬进了她和丈夫的家中 但五年过去了 她仍然住在那里没有离开 麦德利建议读者 与小舅子进行一次谈话 为她设定一个期限 以便她找到自己的租赁住所 麦德利指出 经过五年的时间 这对夫妻有权要求重获私隐病 重新获得他们的生活 这些故事 无论是关于美容的秘诀 文化的复兴 还是家庭间的相处之道 都以其独特的方式 触动了我们的心灵 它们不仅提供了娱乐和启发 还让我们对周遭世界 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感悟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 这些故事提醒我们 无论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生活中总有值得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